5% by 2020 法国总统萨科奇认为 如果想让发展中国家一起参与到减排 发达国家应该为他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对于这样的一个减排的标准 这样的一个承诺 两位到底怎么样的评价 这个算是比较积极的一个举动呢 还是说相对缓慢的一个举动 好像这个指标大概是不大近人意的 同样是因为作为美国是 假如现在全球温室积极这么个积累 美国应该是承担很大的责任 那么在对比欧洲对比其他一些国家 都提出来比较积极的一些对策 那么美国相比之下 我估计这个事情很难被接受 我们看到日本的 如果和美国相比的话 这差别很大 因为纠山的是本月上线的时候表示 说日本承诺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 相比1990年的减排呢 25% 美国是相比1990年 4% 25%和4% 这个对比好像显得 日本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的积极 其中有什么原因吗 日本为什么这样 这个日本民主党这个执政以后呢 这个民主党在竞选过程之中呢 他对环境的问题 特别气候变化问题呢 他比这个前一届的这个政府呢 是自民党政府是积极的多 所以这个纠山这个首相上台以后呢 他确实把他在竞选过程中的口号 现在宣布为国家的一种目标和政策 那么我想这个还是应该积极的 积极的一个表现 那么严格来讲呢 日本从这个90年的水平要降 在2020年降25%啊 是要经过巨大努力的 因为迄今为止 他在这个实现这个 这个京都内书第一期目标这个问题上 日本是还没有做到 这个所以他今后这个怎么做下去 这个确实我觉得他要经过巨大努力 不仅要看承诺 对还要看努力 这个美国呢 应该说在发达国家里头 是个排放最大的国家 人均排放量也是非常高的一个国家 所以美国现在 他从经济物件书 他说原来就应该在2012年 就应该比这个1990年要减少降6% 当时好像是这么一个数 但是他撤不去了 现在呢他反而是增加了 比90年的数量增加了13% 所以他现在要在2020年呢 就从2005年的水平降到17%呢